狮子和老鼠 很久以前在一个吵闹的丛林里住着很多动物 狮子是丛林里的大王 老鼠正在寻找食物 狮子说你挡住我的路 说完它抓紧了老鼠 很对不起 老鼠说我正在找吃的 我要吃掉你 狮子说求求你请别吃我 老鼠说有一天我可以帮助你的 你怎么能帮我 狮子问你这么小 我只是有一点小 可是我能帮忙 老鼠说 好吧 我放你走吧 狮子说完 就把老鼠放走了 这个时候 猎人正在森林里扑下了陷阱 下午 狮子在丛林里散步 突然发现自己被网子困住了 狮子大声吼叫 救命 在丛林另一边 老鼠听到了狮子的吼叫 老鼠 老鼠赶紧跑进丛林 去看狮子怎么了 老鼠发现狮子被困在网子里 老鼠记起自己曾经许诺过狮子的话 老鼠知道狮子现在需要帮助 它赶紧用牙齿咬断绳子 狮子从网子里掉了出来 它发现它自由了 谢谢你帮助了我 狮子说 它们像好的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 你一种受网子 你没有例子 这都交出你了 认识血痛 。